毛智和他的电动马玩具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马 这只尾巴 头部 这里呢 是可以挂住 摔马的绳子 大耳朵 长长的嘴巴 长长的脸 那这只马既然是电动的 怎么能让他开始走路呢 我们来看一看 哪里会有开关吗 这一个呢 是马拉车的时候 需要有一个东西牵住 挂在这里 那开关在哪里呢 我们都现在没有找到 看看乔治怎么让他 开始走路吧 看到聪明的乔治 走到了高大的马的屁股后面 然后摸了摸马尾巴 难道马尾巴是开关吗 我们来看一看 把马尾巴抬一抬 啊 果然是的 太好玩了 怪不得乔治喜欢这辆 大马玩具 那我们呢 下次呢 可以给这个马 配上一个马车 让乔治坐在马车上 今天没有马车 我们让乔治来 骑骑马吧 不过呢 我们一定要把乔治 保护好 因为骑马 是一种危险的运动 感谢收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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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